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主要将领之一 石达开属太平天国 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十六岁受访出山 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 二十岁封王败下 三十二岁英勇就义于成都 一生轰轰烈烈体恤百姓名声 生平世纪为后世所传颂 一 生平背景的相关介绍 石达开出生在桂县北山 一个比较富裕农民的家庭里 他的始祖远居广东省和平县 到了他的高增祖石永旺 石永旺有包兄石永惊 石永发 魏石家十二世 遍落其贵平县白沙 道光年间 官场腐败 名声困苦 石达开十六岁那年 正在广西 以传播基督教为名 筹备反清起义的洪秀全 冯云山慕名来发 邀其共图大计 石达开凯然陨落 三年后回家出南 率四千余人参加金田起义 被封为左军主将 一为羽翼天朝 二 辉煌战绩 令曾国藩头将自尽 1852年 西王萧朝跪在湖南长沙阵亡后 太平军在长沙城下 陷入清军反包围 形势万分危急 石达开律部西渡湘江 开辟河西基地 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威 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 取得水陆周大捷 重挫清军士气 其后 维权军先到 兴河西安全撤军 跳出反包围圈 夺岳阳 战武汉 自武昌东下金陵 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令清军闻风丧胆 号之约时赶当 1854年秋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一王石达开 在九江 虎口之旧罗网 拉开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大战 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 24岁的石达开 第一次交手 这场战役 有人认为 是石达开最辉煌的一次 1854年夏秋 太平军在西征战场 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 节节败退 失地千里 石达开看出两军之差距 在雨水时 便命人 仿照湘军的船舍来造舰 加紧操练水时 在湘军冰封 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 石达开再度出任 西征军主帅 亲赴前敌指挥 于1855年初在湖口 九江两次大败湘军 湘军水师溃不成军 统帅曾国藩头水自尽 最后还是被部下救起 西县军事步入全盛 三 内讧出走 兵拜大渡河 天渡英才 天朝建都之后 都开始了享乐 只有石达开没有 解身字号 刚正清廉 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 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后 天津爆发内讧 东王阳秀卿 及其部下两万余人被杀害 石达开闻讯 从湖北赶回天津 因言则为昌辉滥杀无辜 将被加害 急坠成逃出天津 但家眷被杀 到安庆后 便起兵回京靖南 天王洪秀全破于刑事 处死为昌辉 并召令石达开回京府政 石达开回天津后 身受满朝文武拥戴 被尊为翼王 在石达开的部署下 太平军文首要爱 四级反攻 陈玉成 李秀成 杨府清 石震级等后起之秀 开始走上一线 独当一面 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 逐渐得到扭转 但天王洪秀全 见石达开深得人心 心生一计 对石达开百般牵制 甚至意图加害 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 石达开不得已 于1857年5月离京避祸 先后转战浙江 江西 湖南 广西 贵州 云南 四川等地 在建立四川根据地的过程中 先后四进四川 1863年5月 太平军到达大渡河 对岸尚无清军 石达开下令多被传罚 四日渡河 但当晚天降大雨 河水暴涨 无法行船 三日后 清军陆续赶到不防 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 提前涨水所组 多次抢渡不成 粮草用尽 陷入绝境 为求建立升情石达开的奇功 四川总督洛炳张前使劝降 石达开决心舍命 以全三军 经双方谈判 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 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 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 随时达开进入金营 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 清军背信弃义 石达开麾下 两千将士全部战死 石达开不仅是 太平天国一代名将 同时也是 晚清清朝的武学大家 在战场上 他是以冲锋陷阵 骁勇善战文明的汉将 只可惜 由于他的身份敏感 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败亡后 大肆销毁 各种对太平天国人物的 正面记载 以致他在后世的名声 远不能和以上诸人相比 假如石达开不死的话 也许清朝历史 真的要被改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